一个32岁的男人被发现自行构针 先后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 及在私家诊所打了一剂科兴疫苗 他现时未有不息 只是接受特别医疗跟进 卫生署公布上个月28日收到一个私家医生的报告 说当日为一个男人打了科兴疫苗之后 在已健通系统的疫苗接种记录 发现他16日之前 已经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打过一剂伏必泰 根据医生的报告 那个男人接种之前 没有透露自己曾经接种伏必泰 之后也已经建议 他不应该再接种另一剂的新冠疫苗 厨房之后再跟进这个男人的接种记录 发现他没有跟建议 今月11日再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打第二剂伏必泰 而当时他也没有向工作人员 透露完整的接种记录 结果他累计打了三剂疫苗 卫生署说这个人至今未有不息 已经特别安排医疗跟进 又说涉事的私家医生 未有跟进指引 先在医健通检查接种记录 已经发信提醒 新冠疫苗是特别界面 打开了之后就看到 他可以现在来打第一针 因为打第二针 属于什么人士 确实了之后 才跟市民打 所以应该不会出错 如果那个工作人员没有看到的 是打了的 可能是未跟过程序而做了这个动作 所以有这个误差 卫生署说已经加强接种记录的电脑系统 相关管理措施 又提醒市民 接种混合疫苗的做法 存在不确定性 也涉及一定风险 仍是在试验的阶段 需要在医护人员监督之下进行 而现在港大正是进行构心研究 参与者会先打伏必泰 28日之后再打科兴疫苗 希望能够建立更高的抗体水平 赵锡说港大会跟进这个自行构针的个案 母纤电视记者关可惠报道